请看以赛亚书二十九章 请看以赛亚书二十九章 十五节 以赛亚书二十九章的十五节 十五节跟十六节 二十九章十五节 或在那些向神伸长磨裂的 又在暗中行事说 谁看见我们呢 谁知道我们呢 十六节 你们把事颠倒了 岂可看摇将如你吗 被制作的物 岂可论制作物的说 他没有制作我 或是被创造的物 论造物的说 他没有聪明 从以赛亚书第二十八章开始 一直到三十五章为止 一共既有六个灾祸 而每一个灾祸的最前面 都是用祸灾做起头 第一个灾祸 第一个灾祸是记载在二十八章 主题是祸灾以法连的九徒 第二个灾祸 第二个灾祸是记载在二十九章第一节到十四节 主题是祸灾亚利一乐 很感谢主 这两个灾祸 我们都已经分别查考过了 而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五节和十六节 这是当时以赛亚先知所宣告的第三个灾祸 主题是祸灾自作聪明的人 这也是当时南边犹大国在信仰上的另一个大问题 有关这个问题的主要内容 当时以赛亚先知只用两节圣经来说明 不过虽然只有短短的两节 但是这其中却藏着许多宝贵的教训 值得我们一起来学习 这些教训对于处在末日知识暴涨 人心高傲的世代里头真信徒来说 显得是特别的重要的 没有错,聪明本来是好的 智慧也是可贵的 请看真言第四章 真言第四章 第六节 真言第四章第六节 不可离弃智慧 智慧就忽畏你 要爱他,他就保守你 第七节 智慧为首,所以要得智慧 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 这里告诉我们 不可以离弃智慧 智慧就忽畏你 你要爱他 他就会保守你 因为智慧为首 所以要得智慧 这样在我们一切所得之内 就一定会有聪明的 可见聪明智慧原来是好的 追求智慧,保守智慧 这也是应该的 不过,如果一个人 不懂得善用智慧 反而因为有了一些智慧 而自作聪明的话 那就不太好 为什么呢 因为所谓的自作聪明 乃是自己认为自己很聪明 但是却不一定是真的聪明 有时候别人根本不以为然的 尤其是天上的真神 更不以为是 但是问题是他自己 却一点感觉都没有 而且还一意的孤行 执迷不悟 最后把自己弄到一败徒弟的窘境里头去 因此我们才常常互相提醒 说千万不要自作聪明 否则的话 聪明会给聪明 意思就是说到最后 自己给自己的聪明害惨 那就是非常得不偿失的 那就是非常得不偿失的 但是我们看到 从古至今 掉到这个陷阱里面的人 仍然不少 但是我们在历史上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个人 在这种情况下 有一个语言故事 这样说 有一个语言故事 这样说 它题目叫做 自信的蜘蛛 听说有一只很能干的大蜘蛛 它很坏的只王捕虫 有一次 它走进一家 好久没有人住的房子里头 它非常有自信的 我要拥有这一间大房子 它怎么办呢 首先它把所有的窗户 都支满了蜘蛛 它心里想 我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动物 如今再也没有东西 可以打开这些窗户 接着 它又到门的钥匙孔外面 支了一个密密麻麻的网 它觉得 这样子 再也没有什么东西 能够打开这个门进来 然后呢 它再用网 把屋里面的桌子 全部把它绕在一起 它认为这样桌椅 就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把它搬走 于是这只猪猪 非常努力地在工作着 把它完成了 最后 它爬到那个墙壁的吊钟里面去了 要进去之前 它在挂钟的外面 又支了一层非常坚固的安全网 它想 我这样就可以安安心心地住在里头 我们看到这只蜘蛛 对自己的聪明相当肯定 它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很有信心 在它看起来 我应该可以高枕无忧才对的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有一天主人回来了 这主人一看 这房子实在是太脏了 到处布满的蜘蛛网 于是就打开门窗 拿着刷子跟抹布 彻底把它清除干净 接着 它看到那个挂钟 实在也看不过去 就把挂钟拿下来 打开 理理外外清理得干干净净 这只很有自信的蜘蛛 怎么想也想不到 会有这样的结局 于是吓得赶快要逃命 只可惜最后还是被主人发现 最后还是被打死了 当然这个预言故事的内容 不一定全部属实 但是其中隐含的道理 却深具警示的作用 或许今天我们觉得 这只蜘蛛的想法跟做法 实在太可笑 但是对这个蜘蛛本身来说 她是觉得自己绝顶聪明 可惜的是聪明 反被聪明无法 她的聪明最后害死了她自己 因为她自作聪明 她不知道天外有天 她更不知道人外有人 她也认为她的判断 非常狠狠 所以她的判断 非常狠狠 就像那个吊在井里的青蛙 又好像一个虾子在摸大象 结果到最后全部都错了 你说不是这样吗 今天事实上 人在神的面前 常常就是这样 没有错 我们说人很聪明 我们说人有智慧 人比所有其他的动物 更具灵性 所以人才被称为万物之灵长 这是真的 这是神造人的时候 特别给人的恩典 请看创世纪第一章 Génesis 1 27 请看创世纪第一章的27节 创世纪一章27节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28节 神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片满地面 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了 再请看第二章 请看第二章的19节 创世纪二章19节 Génesis 2 主神用途所造成的野地 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 都带到那人的面前 看他叫什么 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 那就是他的名字 20节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 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字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 来帮助他 我们看到 人不但具备神的形象 而且他还有能力来治理全地的 也有能力来治理全地的 可以管理地上所有的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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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还是神所造的人而已 如果把人的智慧 拿来跟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相比 你就可以发现 那简直是好像天地的差别一样 没有办法比的 请看以赛亚书 请看以赛亚书55章 以赛亚书55章 第8节 以赛亚书55章第8节 以赛亚书55章第8节 神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第9节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 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这里神说得非常清楚 神的想法绝对高过人的想法 就好像天绝对高过地一样 因此人的智慧再怎么聪明 绝对没有办法跟神比的 因为一个是造物主 一个是被造之物 一个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的全能者 而另外一个却只不过是这个全能者 用尘土所造出来的一个小小的活物而已 因此人在神的眼中到底是什么 所以人在神的眼中到底是什么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从空间的角度来看 从空间的角度来看 从海岛好像极为之物 16节 黎巴嫩的树木不够当财烧 其中的走兽也不够做翻计 17节 万民在他面前好像虚无 被他看为不及虚无 乃为虚空 再请看22节 22节 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 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 他铺张穹窗如蔓子展开 诸天如可住的帐篷 人在神的面前就好像水桶里的一滴水 又好像天平上面的一滴沙 顶多只是地面上一只小蝗虫 根本是微不足道的 甚至可以说如同虚无 一般好像没有 真的是这样的 如果用时间的角度来看 我们看40章的第6节 同样以赛亚书40章第6节 第6节 有人声说 你喊叫吧 有一个说 我喊叫什么呢 说 凡有血气的劲都如草 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 第7节 草必枯干 花必貂蝉 因为神的气吹在其上 百姓成人是草 第8节 草必枯干 花必貂蝉 唯有我们神的花 必永远立定 从时间来看 人的生命像什么 就像野地的花草 意思就生命非常的短 一下子一转眼 马上就凋缠 枯干 不但是这样 如果我们从物质的结构来看 人这个肉体实在非常脆弱 请看耶利米苏 耶利米苏十八章 请看耶利米苏十八章 第六节 耶利米苏十八章第六节 耶利米苏十八章 十八章六节 十八章六节 主神说 以色列家 我代你们 岂不能照这摇将弄你吗 以色列家 你在摇将的手中怎么样 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么样 人的肉体就像瓦片一样 是不堪一击的啦 一摔就破啦 那么这么渺小短暂脆弱的人 怎么能跟神比呢 根本是不可能的 难怪大卫才会这样说 请看诗篇第八篇 请看诗篇的第八篇 第三节 诗篇第八篇 三节 八篇三节 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 并你所尘释的月亮星宿 第四节 便说 人算什么 你敬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敬顾他 大卫说 神啊 我观看你所造的天 所造的月亮 所造的星星 我被感叹说 那人算什么 神啊 你为什么要顾念我们呢 真的 大卫深深了解到 人在神的面前 根本算不得什么 那这种懂得在神的面前 自卑的自我认知 这才是真正有智慧 可见 今天 如果我们从这种角度来看 什么叫自作聪明 所谓的自作聪明 就指着 人在神的面前 不自量力 想要跟神比 想要跟神同等 这才是今天人 最大的错误 而这种错误 就这样 一而再 再而三 给人来许多的麻烦 在圣经里面 有关这方面的实力 最具体的有两个 第一个 就是始祖犯罪 第二个 就是巴别塔事件 首先我们来看看 始祖犯罪 请看创世纪第三章 创世纪第三章 第四节 创世纪三章四节 神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第五节 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神 能知道 闪了第六节 于是 女人建那 喝素的果子 好做食物 也越人的眼目 而且是可喜爱的 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一下果子 来吃了 又给她的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 谈到始祖犯罪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但是如果我们 很仔细地来分析 当年亚当和夏娃犯罪的经过 我们就不然发现 当时蛇引诱夏娃 最厉害的一招是什么 就是告诉夏娃说 你吃了以后 会跟神一样 能够知道善恶 而且吃了不一定会死的 这种话相当迷人 这种想法 也让人觉得 是很聪明 只可惜事实 刚好是相反 这种做法 不但违背神的命令 更糟糕的 这种想法 简直是 奈哈马 想吃天鹅肉 亦想天开 没有想到 亚当和夏娃 为了使自己 更好之后 竟然吃了 他们自作聪明 想跟神一样 结果真的聪明 反被聪明 本来守一条译定就可以 现在变成要守十条译定 还有加上很多的历历典章 本来可以无忧无力 快快乐乐在 疑典院里面生活 现在被赶出去 流浪在苦海 一般的世界里 每天要劳力 汗流满面 才能糊口 更糟糕的是 本来每天都可以 见神的面 随时都可以吃 生命树上的果子 现在变成根神 隔绝 而且还要背负罪 但将来还要下地狱 为什么 这都自作聪明带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 今天我们称为亚当的后裔 我们称为亚当后裔的人 为什么生活 要这么辛苦 的原因 所以如果追根究底 只有亚当夏娃 为什么当初 要这么自作聪明 他们的自作聪明 的确给人类带来 相当严重的后遗症 那就是罪 第二个 我们再看看 巴别塔事件 请看创世纪十一章 请看创世纪十一章 第一节 从第一节到第九节 十一章第一节 那时天下人的口音 言语都是一样 第二节 他们往东边切尼的时候 在四拿地遇见一片平原 就住在那里 第三节 他们彼此商量说 来吧 我们要做砖 把砖烧透了 他们就拿砖当石头 又拿石漆当灰泥 第四节 他们说来吧 我们要建造一座城 和一座塔 塔顶要通天 为要传良我们的名 免得我们分散在权地上 第六节 神将年要看看 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第六节 神说 看啊 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 都是一样的言语 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 他们所要做的事 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第七节 我们下去 在那里 扰乱他们的口音 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同 第八节 于是神使他们 从那里分散在权地上 他们就停工不照那城 第九节 因为神在那里 变乱天下人的言语 使众人分散在权地上 所以 那个城的名 就叫做巴别 巴别的意思 就是变乱的意思 当始祖犯罪以后 上古时代的人 本来都生活在一起 大家还算融洽的 过得好好的 因为语言 口音都一样 没有想到后来 他们建筑的技术进步 他们为了要保护自己 免得彼此分散 同时用来展现自己的智慧 传扬自己的名声 于是就彼此商量 想造一座高塔 让塔顶通天 意思就是说 好像跟神一样 因为他们又一次 不自然力向人挑战 竟然忘记了 十足犯罪的例子 再次自作聪明 结果呢 给自己带来更大麻烦 到最后不但塔 建不起来 而且还要离乡背景 彼此分散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口音都乱掉了 没有办法沟通 不得不做分开 所以巴别 就叫做变乱的意思 因此今天 为什么全世界 那么多的语言 今天全世界 为什么会那么乱呢 今天如果我们学西班牙 有人学得很痛苦 我们要怪谁 只能怪上古时代的人 为什么要自作聪明 这一次的自作聪明 又给人家带来 另一个相当严重的后遗症 那就是乱 以上这两个实例 是圣经所留下 佛生生的历史教训 这个教训告诉我们 如果有人自作聪明 想跟神挑战 如果有人想跟神同等 他的结局只有自取败坏 不是带来罪恶 就是带来混乱 这是一定的 可惜的是 历史的教训 常常没有办法 唤醒人类的良知 于是 人就这样一直自作聪明下去 变成一种恶性的循环 一直自作聪明到现代 还在自作聪明 我们看到不是 单单不信的人这样 有时候连神的百姓也差不多 难怪这个以赛尔先知 才有大声几呼的高喊者 或在那些自作聪明的人 不要把事情弄颠倒 不要把谣将当泥土 而把泥土当摇将 这是不对的 被造的东西绝对不可以自发说 我是自己有的 就好像那个椅子 他不能讲说 我这个椅子是自然就有的 他没有造我 更不可以干脆论断 那造物主说 他也算不了什么 他没有聪明 我最聪明 我最聪明 因为跟造他的主 争论是没有意义的 而且是最不聪明的 最后只有自作 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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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有 我们永远要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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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9 过在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 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 瓦片 泥土 岂格对传论他的说 你做什么呢 所做的物 岂格说 你没有手呢 真正聪明的人 神应该能够分辨是非 直到本末了 他应该能够了解神 他更应该能够认识自己 我是什么 我只不过是地上瓦片当中 其中的一块而已 神永远是神 人永远是人 人再怎么聪明 也不可能成为神 因此我们才说 人要有自知之明 一定要懂得敬畏神 要知道依靠神 更要会容易 也要做事 这才是真正有智慧 这才是真正有智慧 请看真言 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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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畏神是智慧 知识的开端 因为神的智慧 才是最大的 尤其神 更是所有智慧 的源头 所以如果一个人 离开了神 如果一个人 他不敬畏神 他就好像一棵树 离开那个水源 一样 我们说树离开水源 叫什么 叫做自寻死路 你说这种做法聪明吗 你说这不叫做自作聪明吗 我们对这一点 一定要非常清楚的认识 我们对这一点 一定要非常清楚的认识 没有错 知识发达了 科学进步了 这些真的给人家带来物质的文明 但是我们要警觉到 这些同时也将大大的 冲击着我们的信仰 有一篇文章主题叫做 二十一世纪后后现代 在这篇文章里面 提到基督教会的危机 他提几个例子 比如说美国 美国原来是基督教国家 但是近年来到教会 去聚会的人数 显然减少 他说在美国的教会 几乎成为老人的聚乐部 只有老人才去 同样的 我们看英国 英国也是天主教 跟基督教的国家 但是经过统计 在英国现在有百分之七十 七十%的人 对教会反感 而更糟糕的是 经过文章调查 发现 在美国 也就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大学 哈佛大学 那个文章调查 调查哈佛大学的学生 结论是什么 说大部分哈佛大学的学生 普遍认为 有宗教信仰的人 是智慧禅障 那些人 也认为 是人 有宗教信仰 有宗教信仰 他们 也认为 那些人 有宗教信仰 那些人 有宗教信仰 他们才有宗教信仰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现在人们高举知识 因为认为知识就是权利 知识就是财富 所以只要知识不要神的 甚至觉得我有知识就可以像神一样 可以为所欲为的 于是许多人高喊着 人定胜天 双手是万能的 我们看到人不只是要升高天 现在的人还想转到地底下 我们看到现在的人不只是要改变基因 现在的人想控制生命 所以有人敢写诗篇23篇 那里原来写说 神是我的牧者 所以我不自缺乏 他现在写识说 电脑是我的牧者 是我的神 那这种现象 严格的说就是在重复 那这种做法就是在重建巴别塔 只不过所建造的是心中的巴别塔 我们看到人很显然在这次掉到自作聪明的陷阱里头 请问这样的结局会是什么 我看只有凶多吉少 他不只要给人类带来更多的罪恶 他将给人类带来更大的混乱 甚至要把人带到最后的灭亡 另外有两篇文章这样提醒 要让大家想想看的 一个叫做现代巴别塔的危机 另外一篇叫做基因改造食物到底是祝福还是咒诅 从这两篇文章的题目就可以发现 事实上很多问题已经开始在浮现出来 而我们看到这两篇文章的问题 也证明很多的学者开始已经做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 只不过 只不过 请看真言第三章 第五节到第七节 真言三章五节 你要专心仰赖神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第六节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第七节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要敬畏神远离恶事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当专心的仰赖神 但是要支持在神 这是今天基督徒生活在变化多端 人心高的末世里头 应该要坚守的原则 没有错 基督徒绝对不是反科学 基督徒也绝对不会反知识的 其实这些原来也是神的啦 说起来 我们承认聪明智慧的重要性 我们也相信聪明智慧本来是好的 我们需要学习聪明 我们更要追求智慧 所以问题在哪里 重点在哪里 问题跟重点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 绝对不要自作聪明 我们在神的面前 更绝对不要自以为很有智慧 不管怎么样 我们相信敬畏神才是智慧的开端 不管怎么样 我们一定相信认识至圣者才是真正聪明的 因此我们今天真教会的真信徒应该是怎么做的 不管我们读了多少书 不论我们赚了多少钱 千万记住 神永远是我们的神 神永远是我们的神 不管我们拥有多少知识 我们都是很谦卑的 甚至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不管我们做多大的事业 我们都是先认定神的 我们还是专心依靠神的 绝对不敢依靠自己的聪明 这样相信神一定会指引我们所当行的路 这就是聪明人 所以聪明人就是在神的面前不会自作聪明的人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这个迷乱的世界当中 不至于迷失我们自己 带我们永远像大卫清醒一样 也要永远是我们的一代人 能够在神舌身的认识 或讴随忽 能够敲你 你能够提讯我 能够敲你 想像个人 永远像无论 也想像个人 是中国人 是中国人 你能够敲你 让我来说 所以是中国人 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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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国人